大家好 繼續回到第三組的賽事 剛才我們又喝完湯 臉色紅潤了 沒錯 好像聲氣比較舊 中氣比較好 事不宜遲 我們來到第三組的比賽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參賽選手們 我這邊有中美森蓉代表隊 由Mandy和珊珊 你們的賽名是什麼 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賽名是秘制甲吞燕 即是這個 是誰 我們的材料都放在這裡 有白鴿 燕窩 有南北杏 蓮子 這個就是我們用來做甲吞燕的 然後我們有湯底 全部都是潤廢的東西 有沙心肉粥 淮山 南北杏 蓮子 我們這個湯都是可以養陰清肺 可以增強免疫力 我們做這個湯 就因為我們桌面上所有的材料 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間 我們店鋪賣多了很多材料 全部都是對肺好 增強免疫力 所以我們就想了這個菜式出來 是一個非常滋補的湯 謝謝Mandy 那Wenda 你們那邊呢 我們這邊有Dennis Nancy和Megan組成的暖茶B 不如介紹一下自己的菜式 我今天為大家預備的菜式叫做 花旗心 黃金帶子 嘩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厲害 有黃金 有花旗心 是啊 因為花旗心 還有幾樣的中藥 例如黃旗 杞子 銅棗 還有玫瑰花 都是非常好的中藥 來調製我們的帶子 我又多有興趣 關於你們的對名 為什麼叫做暖茶B 是我們公司的名聲 就是我們派了兩隊去參加這個比賽 暖茶B入選了12強 恭喜 今天有沒有信心 很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一定有 大聲一點 一定有 好 那我們30分鐘 現在正式開始 我們都會跟剛才兩隊一樣 每15分鐘 5分鐘 還有1分鐘 我們會有一個倒計時的提示給大家 或者這個時候 我們都給一些打氣的聲音 兩隊 加油這樣嗎 不是 我們要告訴大家 究竟贏出有什麼獎品獎金 好啊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 12隊裡面 最高分的6隊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總決賽 然後在5月29日晚 我們就會宣布賽果 冠軍有3000元獎金 亞軍有1500元獎金 而貴軍有1000元獎金 沒錯 另外我們還會評選出美食創意王的冠軍 獎金有800元 亞軍是500元 貴軍是300元 還有我們剛才 我們不斷宣傳 叫大家去猜猜這個藥善的價值 這個藥善的估值觀 得獎者可以獲得頒發獎盃 除此之外還有500元獎金 是的 要提醒所有參賽者 除了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記得去到我們 那個藥善估值觀的比賽 去填你們的心碎銀碼 我們有很多藥善放在這裡 然後你們就要估計他的銀碼 然後我們有一張小紙 寫在這裡 拍張漂亮的照片給我們看看 然後放在箱上 而那個藥籍最接近 就可以贏得獎項 沒錯 看到我們的參賽者都密密守 跟剛才那組不同 這一組很忙 不斷切、洗 我看到暖茶B 放了他們的材料出來 放得很漂亮 是的 好像一個烹飪節目 好像一個烹飪節目 告訴我們他們會用什麼材料 我看到我們這邊有火龍果 又問一問Dennis 為什麼會想到用水果 火龍果是清熱潤肺 配合我這道菜是比較適合熊子 水果作為一個美桌 吃完帶子之後 你吃火龍果更加會感覺不同 所以火龍果是不會混在一起煮的 是另外放開的 沒錯 另外又想問火龍果有紅肉、白肉 你今天就用了紅肉 那是否故意呢 還是有沒有分別呢 因為白肉 我們找了很多碟都找了 用白色好像不是很好 最後我決定用了紅色 尤其是中國人喜歡紅色 所以都是這個感官上的一種 試過的享受 而且也有人說過 我們要多吃一些紅色的東西 對我們身體都是好的 沒錯 我亦都看到我們的桌上 有很多藥材 不如又來介紹一下 會用到什麼藥材呢 我們首先有美國花旗心 美國威斯康的花旗心 美根介紹一下花旗心的功效 不如 花旗心的功效是 補氣、養胃 它最重要是減熱氣 一月四季 男女老少俠家都可以喝 除了這個花旗心 我看到你還有玫瑰花 有什麼秘密呢 是不是喝完又更漂亮 當然玫瑰花在美容的角度是會漂亮的 現在除了漂亮之外 它還可以養顏、令神 另外也看到狗羁、紅棗 還有那些是不是當歸來的 那種不是的 那種是山西的黃旗 黃旗只要功效是補氣的 適合一些比較虛的人 沒有什麼氣力的人 當然我們有氣就有力 沒有氣就不夠力了 沒錯 剛才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劉會長 已經跟我們說過 黃旗是一個學名 其實我們廣東人 通常叫她北旗 對不對 劉會長 有聽書 家人說話當然要聽 你們那邊也有很多藥材 我這邊已經聞到 陣陣的香味 是一些中藥的香味 通常以前 人們聽到藥材 就是藥 苦的 黑蒙蒙的 其實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又問回Mandy這邊 你們今天會煮一些 黑蒙蒙的 很苦的東西出來的嗎 不是的 我們這個湯很香很甜很喝的 還有我們用的 都是沒有黑蒙蒙的 顏色的東西 對了 再介紹一下 你們會放些什麼 我們有沙心肉粥 都是養陰清肺的 淮山是健肥的 蓮子也是健肥的 藍北杏也是對肺好的 潤肺的 這個是一個湯來的 還有我們放了一塊很漂亮的陳皮 陳皮化氣很好 好了 現在放下去了 還有洗湯的味道會提升 我看到你們都今天有塊豬肉 這個是哪一個部位呢 是湯底 是豬的哪一個部位 我們用了骨斬 為什麼要用骨斬呢 骨斬呢 骨斬呢 煲湯是甜一點的 香一點的 還有呢 如果煲完湯 這個肉都很好吃的 我們還有呢 就用了一個白鴿 放些蓮子 還有杏仁 加了一些熱鍋 混在一起蒸一下 它就塞在白鴿肚裡 你的燕窩是 首先 之前是怎樣處理它的 燕窩就是用清水浸了 浸了多久 浸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呢 等湯煲得差不多 就等白鴿下去 再煲回去 白鴿大概也是 等到湯煲20到30分鐘左右 剛剛好是我們的時間 今天要給你們30分鐘的時間 好繼續努力 我們這邊呢 剛剛就見到Dennis 加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這裏主要是一個特別的配方 是由唐人街的中醫師提供的 那裏面主要是黃旗 枸杞 還有那個炒米 我想很多肉綫的菜裏面 很難用黃旗 但是我這個黃旗 特別是配以炒米 那這個作用在哪裏呢 就是 中醫有一個 誰以叫做表寒 相信這個表寒 或者一些人 要更加了解的話 要問問一下劉會長 又去找一下劉會長 我們講中來講 是說百病 有寒的來的 我們這次是 很強調那個 用炒米 去加強那個 黃旗那個 補氣的功效 另外呢 我也都見到你剛剛 倒了一盆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就問你 是不是蜜糖水 你說不是了 那是什麼呢 不是因為 要做這個湯 你需要很長的時間 尤其是炒米 要 要蒸熟那些黃旗 尤其要等它 凍了之後 乾了之後 原來配以炒米 我們已經能夠 先在今早的時候 已經做了這個 這個湯底的部分 等於會加一些熱的下去 假如我們用這個湯底去 去餵這個 大節 不可能用熱的水去餵它 我們這個 是稍為涼一點 是稍為沒有那麼熱的水 當然是稍為的時間 當然是稍為的時間 而長的功效 就越好 所以我們 已經準備了 在這裡 等待它 將熱的 拖落都涼了 然後減少時間 嗯 多謝了Dennis 看到這個顏色上面 真的相當吸引 很吸睛 Miu Miu 我這邊 剛才說 那個燕摩 浸了三四個小時 其實我剛才想問劉元凱先生 對於燕窩 我們都知道 女士是否會吃了燕窩 皮膚會滑溜一點 可不可以說一說 這個燕窩對於大家 吃了之後有些什麼功效 又告訴我們 燕窩 說真的 燕窩裡 自古以來 都是被譽為一個商品 因為我們公司在美國裡 我想 都沒有多少間零售店 有我們這麼長歷史 今年的話 起碼比賽 很多個都要帶 我們今年是我們的五十週年慶 厲害厲害 整個北灣區 應該最老我們的了 所以你不要看我 好像還沒老得完 你好像散了我 原來 最有資格 是你們 應該這樣說 可能平時吃藥膳 吃得多 所以樣子還好像寶寶 這次我看到 很開心看到 大家裡面 都準備了很多 很特別的藥材 特別裡面 到目前為止 我想 這隊中美隊裡面 那個食材 應該算是 最貴的一個 價值 講價值 好不好吃我們 待會我們評判 再去評這件事 燕窩本身 自古以來都說 它有養顏的作用 它確實裡面 尤其對於廢部 它是有一個 比較好的功效 現在為什麼裡面 沒有以前那麼貴呢 因為以前的燕窩 由於都是 就是剛才 我們 恩師傅說過 通常以前來的都是動燕 都是野生的動燕 野生動燕裡面 都是一個採集困難 它都是在高山裡面 在山洞裡面 拿出來的 但是現在裡面 由於這個需求量 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裡面 很多都是一些家燕 家燕的話 在控制的質量方面 比較容易達到 美國FDA的標準 所以現在的燕窩裡面 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是好像這種燕窩 都是一種合法的途徑過來的 就是它過來的時候裡面 都是經過嚴格的 一個紅外線子宮 消毒過才給它過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市面上 看到的這些燕窩 都是合法進來 因為合法的途徑進來的話 它是在很大部分裡面 它是降低了成本 降低了成本 不是說好像以前有些人 既遊巴或偷偷地帶過來的 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裡面大家看到的燕窩 以前是屬於很名貴 很貴很貴的東西 但是現在裡面 雖然還是貴 但是裡面我覺得 我們普通人 都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當然它對於我們的 女士來說 裡面的養顏裡面 如果是能夠經常食用 每個星期都食用 也挺好的 吃冰糖燕窩吃一下 多謝 劉會長 剛才劉會長提及嘉燕的時候 有一刻 我們突然想到 關於蝦家燕 嘉燕媽媽什麼事呢 原來在說燕窩嘉燕 沒錯 剛才我記得 欣文達師傅也說過 他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拍攝過關於燕窩的一些節目 在燕窩方面 又有沒有什麼可以介紹給我們呢 講起屋燕 或嘉燕 其實就好像在家裡一樣 所以你去到東南 在印尼 在越南 在馬來西亞 會見到很多小的鄉村仔 或者一些小城鎮 有些屋子是專門用來做養屋燕 它很有趣 首先就是怎樣 因為那裡的燕子走來走去 飛來飛去 它都要淒身之地 它就建造這間屋 那種剛度濕度 是好像山洞一樣 它控制那個剛度和濕度 而且裡面有一些小鳥的聲音 所以它開始的時候 它就播出一些音樂 好像裡面有很多小鳥 那裡就吸引一些鳥 如果一來到看環境 很適合 好像動燕一樣 好像山洞裡面的環境 濕度、溫度、光度 它就觸燕 在牆邊有很多燕 它窄的時候 它採燕窩就容易 所以為什麼呢 所以這樣就變成了 在控制產量和質量比較容易 因為動燕第一很難去採 因為像建大屋一樣 搭一些棚 很難去採 很危險 所以現在的燕窩 其實很多來說 是好過以前 因為質量來說 安全的衛生標準 是好過以前很多的 好多謝恩師傅 這個時候我們來 給一點時間 我們的參賽選手 來媽媽煮吧 應該快要15分鐘了 繼續努力 還有15分鐘 還有15分鐘 15分鐘 還有15分鐘 還有15分鐘 15分鐘了 還有15分鐘的時間 這個時候再來訪問一下 星島日報美西辦總經理 曹年秀、曹女士 隔離的各位 舊金山華埔商戶聯會會會長 趙季軒、趙先生 平時有沒有吃燕窩的習慣呢 有 燕窩其實我覺得很好 對身體來說 剛才劉匯長說了 是養肺 吃了之後 身體好 還有蛋白質資源高 真心說一句說話 燕窩的價值 是相當高 燕窩分了很多種 剛才我們也聽到恩師傅說 有屋燕 還有野生燕 其實燕窩還有一種 我想兩位都沒有說到的 就是血燕 我其實想知道 血燕 或者是恩師傅有機會的話 給我們一點點 血燕是甚麼來的 不用一會兒 現在立刻我們就想知道了 恩師傅 恩師傅 恩師傅又覺得 又拋了個球 又拋了個球 給劉會長 血燕 血燕 以前 現在說了很久以前 中藥界裡 其實都有個誤解 有些人說 血燕 是否因為燕子 要吐出的分泌物 有些人 是吐血出來的 才成為血燕 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是怎樣的呢 血燕裡面 它們本身就是 目前來說 在越南 好像比較多 越南 它們本身因為燕子裡 是要出外 去找食物 食物裡 在它找到甚麼食物回來 實際上 它跟那個 吐血 根本上就沒有這一回事 就是它吃的東西裡 是形成了 它的分泌物裡 帶有些少許紅色 不是血 不是血 又學到東西了 喵喵 其實 好像劉教授說 其實燕子 它是四處去吃的 很多地方的食物 可能沒有這種色素 其實所謂的血燕 不是血的顏色 有橙色的顏色 不是紅到好像真的血 另外 在推銷來說 對於它們來說 是多了一個推銷的賣點 多一些選擇給大家 所以它就說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 就是作為這個推銷 營銷來說 它一定要有賣點 為甚麼特別呢 你如果說吃的東西 你跟它說這麼多東西 它根本就聽不入耳 所以它說一些故事出來 或者說一些東西出來 會覺得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要請教專家 請教專家 你經常知道是甚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 你們兩位 吃多一點 除了補肺之外 還有 因為這是很高質量的蛋白質 膠原蛋白質 所以對皮膚很有好處 所以你們兩個 因為呢 皮膚這麼好 被人誤解了 所以你們呢 被人 所以呢 再加上 因為你們兩個 太過 too attractive Ming 我認識她很久 她從來 未試過雲蕩 看到你們兩個 都暈倒了 謝謝殷師傅 我又找多了一位家人 除了劉會長之外 殷師傅 也很照顧我們兩個 是啊 一會兒 又問一下Mandy 我們要多吃一點 我們要多吃一點 是啊 又遇上我們了 謝謝 又多了兩位家人 Mandy 給我們聽 現在你們的步驟已經去到哪裏呢 我們已經把燕窩 塞進白甲肚子裡 我看你們剛才是分開去煮的 剛才的燕窩你們是怎樣處理的 因為燕窩 我們要煮一下 才放進白甲肚子裡 放些什麼下去煮呢 放些蓮子和杏仁 那些蓮子和杏仁 煮一下它 如果它軟了就弄爛了它 才跟燕窩一起混合它 放進白甲肚子裡 現在把燕窩放進白甲肚子裡 所以就是那個甲吞燕 是的 那現在就全部放進去煮了 是的 現在正在煮的 那除了那個甲 那個燕 還有什麼在裡面呢 就是球孫的清補糧湯底 那些沙心肉粥 蓮子杏仁那些 現在是那個湯底 有那些清補糧湯底 全部都是滋補人費的 那還有沒有材料會加進去的 一會兒 我們的湯好的時候 我們會撒些些杞子 為什麼現在不加的 因為這些杏子煮得很酸的 是這個湯差不多好 再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些杏子都可以清乾 還有可以增加這個湯的甜味 很心急啊 現在很想快點喝 是不是在煮的時候 不能亂揭開它 可以的 可以的 不怕的 不要影響它 我們這邊呢 暖茶B 暖茶B 我們帶子和火龍果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藥材 可以放在我們的盤裡 裝飾得更漂亮 主要是火龍果和玫瑰花 這個菜都有一點歷史 我個人是喜歡吃海鮮 我們一個評判是喜歡吃海鮮的 尤其是帶子 剛才我說過帶子的特性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因為身體健康問題 我就做了他的手術 之後就問這個唐人界的總醫師 他就提供了這個配方給我 也是因為其他唐人界 另外一個總醫師 就說要加多花旗參 會更加好 我就是加多花旗參 所以形成了這個花旗參 配這個帶子 也令到我今天能夠參與賽 因為我已經喝了幾個月 這個配方已經喝了幾個月了 我想在座這麼多位的年紀 雖然比我年輕 但我相信這個配方 是適合你們每一位的 我看到你剛才說 你做完一個手術之後 喝了中醫師給你的 飲劑這些藥材的配方之後 身體真是健壯如虎 又有中氣 我們在座這麼多位評判 不僅是年輕一點 我相信他們可能出生了十八 二十年左右 還有五分鐘 還有五分鐘 五分鐘 好了 還有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看到我們的參賽者 都差不多完成了 講到這個藥杉大賽 是我們灣區的首屆 剛才考了你這個王區 又要考多一點點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次的藥材名單裡 有木瓜嗎 木瓜? 是水果來的 不算的 不算藥材 不算藥材 我們以為它只是水果 其實木瓜也算是藥材的一種 不算藥材的一種 不信你又問一下 我們的尖先生 好嗎? 木瓜 是不是藥材的一種呢? 真是很潤肺 還有對肺部很有幫助和功效 那怎樣融入去菜式那裡呢? 木瓜 可以怎樣煮呢? 可以煲湯 可以就這樣煮 就這樣煮都可以的 你切小顆些炒牛肉 搭些辣椒 搭些紫薑 菠蘿也可以 跟木瓜一樣 這些我可以試一下 這些是嬰兒級菜譜 我可以試一下 是 好 多謝詹先生 木瓜是否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酵素 對嗎? 劉會長 劉會長告訴你 是不是藥材的一種 首先肯定一點 木瓜是屬於中藥的一部分 中藥裡面用木瓜 不是用新鮮木瓜去做一種 木瓜本身 我們叫的村木瓜裡面 本身已經是屬於中藥的飲片 即已經是乾了 平時裡面 比如說你到所有中藥店裡 配方的話 你見到的話 實際上是一個木瓜乾 木瓜裡面 對於清肺裡面 當然是很大的作用 實際上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的餐館 喝糖水的話 很多時候都有木瓜在內 木瓜 南北杏 或者雪耳方面裡面 他們都形成了一個 對於清芯潤肺的很好的作用 生木瓜的話 平時我們煲湯都可以經常用的 一種好的水鍋 剛才說木瓜 又是煲湯 又是煮菜 又可以煮菜 有沒有說 什麼木瓜的品種 或者它的原產地 不同的話 不同的功效 或者不同的原產地 用來做不同的菜式 木瓜這方面 實際上沒有什麼去管哪一種產地的問題 比如說好像我們這裡 很多的木瓜裡面 新鮮木瓜 實際上都是一種很不錯的食材 通常人們選木瓜的話 實際上都會選比較夠甜 比較容易有效 換句話說 當然如果你的清芋瓜裡面 有些夾口的話 人們的接受能力會比較差 如果它比較熟一點 這樣的話 你煲湯 煲糖水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明白了 麻煩你了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了 看看我們的參賽者 準備得如何 已經是否上碟了 對 應該是上一個大碟 還有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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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碟的設計 就是一隻鳳凰 鳳凰是 你知道中國人傳統 一隻龍 一隻鳳 鳳凰朝陽 整個盤的設計 就是鳳凰朝陽 這個 看上去真的很漂亮 真的看到好像一隻鳳凰 那這邊是不是都可以 你那邊有鳳凰 我這邊就有甲子 Mandy 怎麼樣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這個湯 又可以有甲食 又有湯飲 最重要的是 還有燕窩食 我們這個湯 對今次的疫情 對肺功能 特別有效幫助 這個湯 對大家都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吃了 個個身體健康 心想嘗試 嘗試 嘗試 好了 時間到了 又麻煩我們的2020年 星島親善小姐 Kylie 麻煩幫我們 將這麼精美的菜式 給我們的各位評判 看看 首先有中美心龍代表隊的 秘製甲吞賢 還有我們的 暖茶B製作的 花旗心黃金帶子 帶子要轉頭才可以看 我看到Mandy和珊珊組得很漂亮 你們說得對 那個杞子 最後才放進去 樣子又漂亮 而且如果早點放就會變酸 對 對 而且現在放進去 一會兒吃了杞子 杞子也很甜 好吃 評判又可以一會兒吃杞子 評判都先手機吃 我也是這樣的 原來你也是這樣的 即是會食之人 好了 麻煩Kylie再幫我們 將我們這邊的 花旗心 黃金帶子 捧給我們的各位評判 看看 有請我們的三月封面佳麗 Natalie 評判正在看的 就是暖茶B 他們的作品就是花旗心黃金帶子 心情如何? 暖茶B 很平靜 很平靜 一點都不緊張 很自信 可以這樣說 祝我們成功 謝謝 我們這邊已經開始分菜了 好 剛才說過 可以吃 可以喝 我知道你想吃什麼 寵寵 甚麼時候 你向著那樣東西 很久了 不要問 可能嗎 你那邊也有 你喜歡火龍果 我也喜歡 兩邊我也喜歡 如果可以吃 一定會可以吃 其實我覺得煮飯真的很難 不僅要好吃 還要擺盤吸引 其實是難的 但當你吃完或家人吃完 他們覺得那種不滿足 他們那種欣賞 會令你下次再煮 如果家人吃完不欣賞怎麼辦 不欣賞就下次再煮好一點 欣師傅 在吃之前是否有些東西想跟我們發表 對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知道木瓜除了吃熟了的木瓜 很香甜 墨西哥有很多木瓜 很大隻 廣東有很出名的木瓜 樹上熟 然後夏威夷的木瓜很清甜 5-6元一隻 其實木瓜的用途很多 譬如說你去東南亞菜館 譬如說泰國菜館 還有生木瓜 酸的木瓜 生的木瓜 很爽口的 用來做沙律 還有一件事 你知道 鬆肉粉是木瓜提煉出來的那種烤素 不知道 所以有些幫助消化 因為師傅很多年前用梳打粉 現在後來用一些牛肉 以前的肉不漂亮 所以用梳打粉 但現在很多肉不需要再加進食物 但仍然有時在市面上買得到鬆肉粉 是 肉粉是木瓜的酵素 它幫助把肉的蛋白 那些筋 那些蛋白質的纖維 打鬆了 它吃的時候就軟滑一點 所以木瓜應該對消化系統有些幫助 多謝恩師傅 平時也要多吃一些木瓜 有減肥的功效 我正在想 他一直在說那些肉 那些木瓜我吃了 對我的肉 是不是這樣算 因為你不是一天吃兩隻木瓜 三隻木瓜 四隻木瓜 你再加上那些酵素 是很少的 只不過是有幫助 你吃任何東西 都不會一次過 譬如說你吃橙 很多維莎 火龍果是很豐富的維他命C 是 不是因為你吃了一隻兩隻三隻 就有這樣的效果 或者影響你 不會的 我太擔心了 原來如此 總之 每樣東西都不要吃得太多 要適可而止 是的 看到我們邵其謙、邵先生 已經開始忍不住了 他已經開始吃了 他說很香 我們其實也聞到 看見欣師傅已經喝了幾口 欣師傅 從這個外形上 和口感上 和口味上來點評一下 這句話很特別 因為燕窩是一個很名貴的 很高檔的食材 而且乳脚 那個白甲 那個乳鴿 是比較普通的食材 如果要把兩種技能放在一起 這個菜 可以在 indo中 半島集团 muchos 可以呈現一下這個菜 這是比較特別的 但我覺得 因為湯底和杞子是甜甜的 如果你放三四粒鹽就將味道釣出來 這個會十全十美 多謝殷師傅的點評 這個時候我們又可以試試另外一道菜 他們還在欣賞一些演過 我們請星島三月封面的小姐準備一下 看到我們的評判已經開始寫分數 可能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暖茶B他們的花旗心黃金帶子 看看評判又喜不喜歡 你說吃完這個燕窩 夾吞燕之後 又可以見一見這麼漂亮的星島親善小姐 是不是心情都立即開朗了 我一直看見他們點頭 是嗎?欣師傅會不會 口感和感觀上 是不是覺得心情很開朗呢 又有這麼漂亮的小姐 心跳加速 心跳加速 開心到咪都忘記拿 我們知道你多興奮 這個時候我們的星島親善小姐三月封面佳麗 Natalie 就為我們的評判 分配這個花旗心黃金帶子 看見各位評判 他們試吃的風格也有點不同 有些評判是整顆帶子 連著火龍果一起吃 有些評判是很滋整的 切到小小小小小小小的試 這個口感是否比較不同 欣師傅 又訪問一下你了 第一,我先吃帶子 帶子的口感 帶子煮得久 就變得更緊 所以我第一次試帶子 然後試火龍果和帶子一起試 這樣試法 有一個差異和比較 如果第一次吃 可能會影響了 因為這些紅色的火龍果 是比較甜的 比白色的甜一點 所以我先吃完再試 原汁原味 再試一起來試 多謝殷師傅的點評 好,謝謝第三組的兩組參賽者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四組的演出 很期待,喵喵 第四組的演出 倒大 既然 類型